大家好,今天的健康人生 要跟大家来聊聊 现代人真的营养过剩吗 赶快来欢迎我们 嘉莲太平医疗网的 注册营养师黑手舞 你好,大家好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其实大家都讲现代人营养过剩 真的是这样子讲吗 对,我觉得呢 其实应该是说 应该吸收的营养 其实可能不够 OK,所以是营养很多但不均衡 但不均衡 需要的就吃不够 不快需要的可能吃太多了 好,你讲到那个重点 很多人都会担心说 哎呀,我可能营养不够 所以就吃很多的维他命 辅助品,补助品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可能对自己的身体 才是最有帮助的 对,其实我们首先要 看一下自己本来吃的东西 就是平常的饮食时光 我们知道食物里面有六代类 我们有初养五股类 蛋白类,蔬菜,水果 奶,乳,乳制品 还有健康的油脂 OK 那其实如果你是很偏食的 每天只吃几种 或者只是吃很多 好的 很多人觉得说我吃的好的 够营养的 我身体就够好了 对,其实如果你没有 包括这六个带类的食物 那你可能就是有一点营养的缺乏 OK 可是作为营养师呢 我们还是建议你先从饮食 开始做 开始做 对 然后才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 缺乏力 就是说你真的身体 不足的 对,真的有不足的 或者因为你的身体的问题 你而需要去补充的 那才去补充 好,既然讲到补充 就是大家常常讲到的维他命 我们大概在不同的年龄 是不是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去补充哪些维他命呢 还是完全就是按照身体的状况 跟年龄有没有关联 跟年龄其实都有一点关联 就是去年纪带的 像营发族 很多时候因为牙齿的问题 消化力的问题 他很多东西可能比较硬的 肉吃不下 然后很多蔬菜 太硬了 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 那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有需要 一些纤维素的帮忙 OK 或是其他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品 OK 那这个只是跟年纪 当然有一点关系 那女人跟男人 比如说女人到了更年期 是不是也有某一些东西 也是需要做一些补充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更年期 就是代表我们的 轻性肺盟减小了 是的 那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补充 可是呢 现在更年期 我们的补充呢 是不用补充品 因为我们发现呢 这样子大量的 七基素补下去呢 就会有发起 那个 后遗症 OK 对 后遗症 所以现在医生都不建议这方面的 那我们反而呢 就是说你多吃黄豆鸡饼 OK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 另外的食物 食物的补充 那就不会过量 对 所以其实要看 然后怀孕的妇女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她们要补充足够的叶酸 叶酸 对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Prenatal Vitamins 就是已经 包括那个在内 那叶酸是只有 怀孕的妇女要注意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 或者其他的身体现象的时候 也应该要补叶酸 对 某一些贫血的人 他们可能是缺乏这个叶酸 OK 叶酸 所以你贫血不一定就是要补铁 要跟医生讲一下 是 诊断出你的贫血是哪一种的贫血 好 小朋友 青少年啦 不要讲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应该就是要营养均衡嘛 那现在也有很多 除了幼儿在吃的维含命 其实我觉得青少年是不是也应该 父母是不是也要在 他们在这个维他命上 或者补助品上去做点什么 还是不需要 也是要看他们吃东西均不均衡 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些小朋友 是不喝牛奶的 那可能他真的有需要补一点钙 OK 还有维他命D 维他命D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其实还要看你个别的小朋友 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对 对某一些食物敏感 然后你就要先从食物招手 可能也需要一点点的维他命的帮助 我们聊完了父女跟幼儿 小朋友 孩子们 男人 我觉得他是一家之主 他的身体常常会变成 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妻子 甚至他的孩子都希望给他很多的维他命 叫他身体也很健康 这样子对吗 还是应该怎么样去调理 男人的这个 怎么会到了需要补这个维他命的使用方式 男人方面呢 其实也是要看 因为如果很多时候可能有血脂的问题 比如说他有三圈根有脂膏 那个时候呢 然后可能医生也会开一些 就是那个奥米加三 奥米加三 对 其实主要就是 heart health的那些supplement 我们知道其实奥米加三 脂肪酸就是有帮助 对这个方面是有帮助的 最近我们常常听到 周边的人在讲缺乏维他命D 对 这个是有一点奇怪的现象 因为到底为什么会缺乏维他命D呢 对 其实以前我们一直想 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加州 阳光那么充沛 为什么会不够呢 可是其实我们还没发现 就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防晒 用防晒 比较小到外面去 通常都是在家里 那可是呢 我们也发现呢 不足够的维他命D呢 对我们的身体很大的影响 有哪些影响 特别是就是 当然第一个就是那个骨质缩松 骨质缩松 骨质缩松 第一个 第二呢就是 它对血压 高血压会有影响 所以会造成血压 造成血压比较高 比较难控制 对 然后呢就是一些寄生 免疫系统的疾病 也会因为缺乏维他命D 也会影响 对 然后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所以特别是 之前就是我们 我们很需要很强的免疫系统 对对对 这个如果是维生素D缺乏的话呢 其实也会 免疫系统是有很大的伤害 对也会有影响 OK 那我怎么知道自己 维他命D是不是缺乏 通常都是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才会知道 对以前呢 其实我们从来不会验这个 可是现在呢 医生都知道他们需要 验这个 验这个 所以你可以在自己的验诊报告里面看到 自己的维他命D是怎么样 那如果真的不够的话呢 就一定要补 我们要补就是补D3 补D3 那你吃的分量呢 会因为每个人不同 那补了之后会恢复吗 会 可是呢有些人可能要一直补 不断的吃 对 那医生呢会帮你 会告诉你你的剂量是多少 跟着医生的剂量丑就对了 然后呢 维他命D此次呢 也是在很多食物里面都有的 比方说是鲨鲨 沙丁 然后就是蘑菇 蘑菇 蘑菇也是有 鱼干油 然后蛋黄 OK 你知道以前很多人 不能吃蛋黄 不吃蛋黄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 只是我们是可以吃一点点 但是要适量啦 你也不能一口气吃了十个八个 不行 所以我起码吃蛋黄是可以吃的 对 通常是每个星期三到五个 当然你有心脏问题的话 或是你有肠瘤病的话 那你就先问一下医生 要怎么吃再喝心 因为其实蛋黄其实是很有营养的食物 OK 然后就是每天吸收一下阳光 对 多晒晒太阳 OK 我觉得总是好的 尤其在加州 这么美丽的这个天气 这么温暖的阳光 对 我今天谢谢黑手来到节目中间 我们大家聊了一下 到底我们现在的营养不是过剩 可能就是营养不均衡 真的要好好自己 针对自己的身体 找到合适的养分 OK 谢谢黑手 谢谢 哦 nell时间 vault 可以 吃